历春为什么叫打春? 历春是一年二十四节气之首, 一年之始,万物复苏。 民间又称历春为打春。 在古代历春的前一天, 人们用泥土做成春牛, 放在家门口。 到了第二天历春的日子, 便用鞭子偷打它。 之后,人们会把打落的碎片捡回家, 以作为一种吉利的象征。 据说,打春牛这种风俗 最早起源于皇宫。 每当历春节日到来, 皇宫里就会把春牛 置在宫门前,然后打碎。 后来,打春牛仪式搬到了郊外, 慢慢地开始流传于民间。 随着历史的变迁, 打春牛的活动也逐渐成为一种 劝导和提示农民勤勉耕作的行为艺术。